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今天我们进入主题 我们讲讲可伯和河马都很关心的笔人 究竟生不了孩子就看这一篇 你知道生孩子是很有趣的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来说就是传宗接代 同时也是某些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牵涉到遗产之类的问题 好了,我们讲一讲吧,那为什么有些人 会容易有一个不孕,就是生不了孩子的情况呢? 想请教 好了,当然不孕症我们都有个定义的 你说一两个月自然幸房都未能成功怀孕的话 那这些都叫做正常 但假设如果超过一年半以上自然幸房都未自然怀孕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它归留在不认症的问题上 那有以下这几个情况有机会出现不认症 例如呢,平时的生活习惯比较差一点 没有早睡早起,尤其是比较前睡觉的 而呢,饮食有过于清淡的 那一类型的女士,她通常身形比较瘦些 就是瘦削,好像很渺小的 但是她面青口唇白 那甚至呢,她的舌头会偏向苍白色 严重的话,你会看到她的尼胎是好像一瓦削 就是一片片的 类似个鬼剃头出现了在尼上 那这些呢,我们就会把它叫做地图线 就是好像世界地图那样的现象 那这一种人呢,多数都是疲虚 甚至是慎虚的情况 那这一种体质的人士 很多时候也会反映她的黄体浓度不够 又或者黄体的分泌是比较差一点的情况 那呢,所以我们也都可以从一些数据上显示 最简单就是,你做一个基础体温的测试 早上起床抹大眼的时候 你就拿支探战针,塞在自己的嘴上 一定是口谈 是的,然后计算一下她的体温 假设如果排了卵之后的体温 没有连续超过36.7的 那其实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这些都有机会是一个黄体不足的情况 好了,还有就是 我想插句话,于是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口淡呢 就是你现在的必窗那些为什么不行呢 嗯,必窗它的准确度没有那么高的 而口淡的准确度是高一点 而且如果是计算基础体温的探战针 是要计算到少数位后两个位 这样的准确度会最高 因为我们说的是 就是我们的基础体温是拿少数点后一个位 哦 是的,所以如果你要再准确一点的话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拿少数位后两个位的探战针 去量度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你可以观察得再仔细一点 就是看看你一来看看有没有连续超过36.7 第二个就是看看你的高温期里面 会不会间中有某一两天是突然间跌了下去的 嗯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了 当然没有都不要紧 你照用你自己家里有那支口淡的探战都可以的 嗯,OK 大医师我想请客一下 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可能天生是这样的 或者那段时期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那些的旌旗 是吧 就是会来得比较乱的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其实很难搞的 很难计算的,大哥 是吧 嗯 都是的 但是正常来说呢 我们都有分成有排轮的周期和没有排轮的周期 如果你在月经干净了之后 大概5至7天的时间 没有白带出现了 那有机会你那次的月经周期可能会没有排轮了 是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想再精准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坊间都有些叫排轮子的 是的 你可以直接用排轮子去预计你的排轮的时间 是的 一般我会建议大概从月经后第3天左右开始用 就是我们叫做第10天 就是月经周期的第10天左右开始用的 然后呢 就用到去第18天 是的 那如果你的周期是28至35天左右的话呢 理论上这一段时间呢 你的排轮子会出有这个弱阳性 就是一条浅 一条深的一个报告 去到两条都是深的这个时间的 当你看到你的排轮子呢 两条深的一个报告的话呢 也都反映了你在12至36个小时内 会排轮的 那你就要把握机会去教功课了 嗯 OK 那刚才也有略略提及到 可能有些人是 可能有先天之类这些 那其实正如刚才所说 在这个中医的看法 你们本身是 怎样去详细去看它呢 还有那个 是不是医疗方法都一定有不同呢 嗯 有些呢 先天性不一呢 很多时候呢 是和子宫先天性的气质 问题有关的 是的 那我们也都曾经见过 有些女孩子的子宫呢 是深型的 是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子宫呢 是到三角形 是的 然后呢 但是有些呢 它本身先天子宫是畸形的 那变了呢 它在三角形的正中间 就是子宫顶的位置呢 有一些粒陷了 而形成一个 好像双子宫肯的形状 就是这样的 那像这一种女士呢 因为我们正常的阳筹 是左边排一次阳 下个月就到右边排一次阳 那如果遇到那一类型的女士的话 那变了呢 它的精子 就算入到子宫也好 它会减低了 那个受精的机率 那所以令到它比较难怀人的 是的 那当然了 也都可以 透过手术 令到她的子宫的形状 变回正常 容易受人的 可以这样的 可以 是的 但是呢 可能她对于 身体健康的女性呢 她受精的机率也有机会低了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后天性的不孕 后天性的不孕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不孕症的生活習慣有些关系的 除了 晚睡觉 吃日太清淡之外 例如呢 你很喜欢吃 鼻甘口里的 就是例如 喜欢吃零食 杯面 奶茶 梅菜沟肉 那些 哈哈 玩类 是的 那这一类型的女士呢 她们比较容易出现 多狼卵酬综合症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 简称PCOS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会令到她的卵子 没有办法成熟 就是 怎样说呢 例如我们 卵子 应该这样说 卵巢每个月呢 都会有一粒很漂亮的卵子 可以成功爆出来的 是的 但是在製造一粒很漂亮的卵子之前呢 会有其他 一路 就是陪着她一路成熟的卵炮 是的 那 例如呢 一开始可能有 隨便举个例子 一百个成熟的卵炮 就是想成熟的卵炮 然后呢 再在这一段期间 可能就会 陆续就越来越少 就是变成了50个 25个 去到10个 5个 然后两个 剩下一个可以爆出来 但是多狼的女生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 变成了她到最后呢 没有一粒卵子 可以成功地成熟 和爆出来 令到这个卵炮呢 会形成很多未成熟的卵炮 存在着 是的 而令到她那个卵巢的一个功能混乱 所以呢 通常呢 多浪卵巢综合症的女生呢 很多时候 月经的周期会延长了 是的 又或者呢 在副科检查的时候 就是赵超声科的时候 看到那个卵巢里面呢 她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水浪 而那些水浪呢 她不是在她那个月经周期 出现的一个症状 是的 所以这些女生呢 亦都是很难自然怀孕的 那这一类型的女生呢 我们会建议她 真的做一个中医的条理 才再看情况 假设做完条理好像都没搞定 才再去做什么呢 才再去做西浪的一个治疗 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当然了 还有就是工作压力大 一个也是 比较多香港人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来的 由于繁忙 或者压力大 而令到我们出现一个 肝气屈结的一个体质 是的 而这个体质 也都会令到我们身体出现气滞 和血瘀的情况 因此呢 令到受精卵 即是已经结合了的受精卵 是很难穿到床的 嗯 最后呢 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呢 有些女生呢 她除了是很晚睡觉之外 也都不喜欢喝水的 那这种女生呢 通常呢 喝水都关系 是的 喝水和喝汤 是的 都一样是瘦瘦瘦瘦瘦的 这类型的女生 但是她瘦瘦得来呢 她是呢 硬是觉得自己 好像会发热的一个感觉 我都曾经试过遇到一个女生 她呢 一来又瘦 二来呢 她经常都会喉咙痛生肺脂的 是的 那就算 我没有跟她下任何保慎 瘟瘟的中药都好 她都很容易生肺脂 是的 那当然这个女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很喜欢吃辣 是的 所以呢 可以令到她的身体出现一个干血不足 同时间伴有阴虚火旺的体质 是的 所以这种女士的特征呢 就是呢 她的月经量可能正常 但是她的月经周期会缩短了 就是我们正常的女生呢 月经周期是28天到32天的 第一次来月经 去到下一次来月经的第一天 这个时间段 为止一个月经周期 是的 如果是阴虚火旺的女生呢 她的月经周期呢 很多时候会缩短到25天 如果比较差的 就有机会我们会看到21天来一次月经 而那个经的颜值呢 量未必多的 但是呢 她通常颜色是偏向鲜红色一点的 是的 那这种女士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 看到她的那个 炎血报告呢 会反映回她的 她的脸巢功能 是比较差的一个情况的 是的 所以呢 也都是比较难着床的一个特征 是的 再来还有一种呢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呢 曾经做过 腐科手术的女士 是的 那 例如 朱古力狼种 那我们诊所都曾经接触过 有三四个女士呢 曾经做过朱古力狼种的手术 就是她那个 不是将你的卵巢 拔起 而是她刮走了 包在卵巢上面的子宮内膜 就是那些乳血 是的 那个手术 但是做完之后呢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正常地 排到卵 还有没有那么容易M痛 这些情况的 但是呢 反而呢 我们看到呢 是 月经的情况是好了 但是呢 验了血出来呢 她的卵巢的质量呢 是下降的 是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一类型的女士呢 有两个数值 一个叫做FSH 一个叫做LH 这两个数值呢 比率呢 是不成正比的 是的 如果漂亮的话呢 就大概是 一比三 就是两条数 把它除掉的话 就是一比三 但是呢 如果 卵巢功能差的女士呢 很多时候呢 那个数值 可能去到一比五 甚至一比八 这些情况 那所以 如果有以上这些情况的女士呢 就要留意了 而又想要BB的话呢 那可能就真的建议去 去调理做个体质 然后再进行 会比较好些 我是很想跟大家去讲的 就是 刑影医师呢 是 就是 就着于这个的不孕呢 和痛症呢 就是她是相当有心得的 就是你看到她讲的 都是 都是颇为详细的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们本身身边 可能有一些朋友 是面对着这个问题 或者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呢 那不妨把我们这个直播啦 或者之后的一些直播精华呢 可以分享给她呢 那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但是 但是 我们在下面看到Miko有留言 她说呢 不能喝冬东西 是的 刚才呢 我正确没有看到 冬东西都是会令到我们出现 公寒的问题的 是的 就是 除了是 飲食太清淡 晚上好像睡觉都好 是的 她刚才提到我 就是不可以 喝冬东西或者吃雪糕 因为这个力都令到我们的子宫出现寒的情况 就是我们所说的宫寒 而令到BB是懒着床的 是的 所以你会看到外面有很多那些 就是 调经出印的一些治疗 他们会很焦点说 叫做 暖宫 或者叫做瘟痒 其实这个道理呢 就是令到子宫呢 血液的 供血流动更加好 从而令到BB穿到床之后 容易发育成长的 是的 OK 那大家其实可以在上网搜索 显形中医 其实都可以找到 盈盈医师 他们那个 診症的地方 和联络方法的 有一件事我都想问的 如果例如 好像 何伯和何太这个案件 首先第一 他们的年龄相差 就已经是一段距离 所以其实会不会可能 例如我假设 我当像何太去找你 那样 就是何马去找你 那样 是不是有时候都难判断 究竟是哪个问题的呢 就是这个很坦白说一句 嗯 没有理由叫何伯拿一些东西出来看 这样的 是不是呢 是可以拿的 但是我们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他回西伊那边 去验一下精子的质量 是的 那么精子呢 有几个数值可以提 第一个就是精量 精液的浓度 是 精子的活跃度 和精子的 精子的形态 就是精子的形态 就是看一下他的精子 会不会生到硬 或者他的科兔 会不会有两条尾巴 这样的情况 是的 如果假设这四个数字都英俊的话 原则上就应该不关男人事 是的 不过就 我建议如果 可伯和 何生 何太他们 想去 生多一个BB的话 可能可伯都配合 一起去 验一下男科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够胆说 阿可伯一定不会去 因为阿可伯说 我生了五件 还说我有问题 可以 因为始终你的身体机能 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是的 你当年 可能假设我四十岁 我都可以令到太太 成功怀孕 不代表我去到六十至七十岁 都可以令到太太成功怀孕 是的 这个也很老实 还有 但是如果男性去 去调理身体 令到容易一些 生孩子的话 是容易个女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不是性别歧视 男性它本身 精致的制造 是说三天一批货 而女性是说 一个月经就期 就是一个月才行 所以如果年纪不太大的 我当你35岁 去到50岁 现在去到50岁都很强壮 是的 这个时间段的男士 你只要是 没有吃烟饮酒的习惯 晚上早点睡 然后少喝冰的东西 已经是可以令到身体 更好一些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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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 就是 没有太过工晓去行房 是的 如果太太未到排卵期的话 那你可以 大概 三天左右一次 痕房 会比较好些 或者一个星期一次 但是如果大家太過情厚意合的話 每天都來的話 當你需要用精子的時候 精子的濃度可能就會減低了 那就不是太好 Miko他就問 南方會不會有一個問題就是社情太短 假設如果 其實這件事是跟弱道有關 我先試一下 假設他沒有辦法成功完成行防這個步驟的話 是有機會令到那個精子進去陰道或者進去子宮的路途長座 甚至是精子進不去這個情況 所以這些情況就可能比較難受 你反省一下是什麼問題 是的 結紮就 小龍哥他說結紮 正常來說 結紮你排出來的那些液體 它們裡面是沒有精子成份的 因為已經結紮了經管 將它摘起了 理論上就沒有了精子的成份在那裡 但是依然是會有些組織液在那裡 所以結紮了就比較難成功地令到女方懷人 但是也曾經有些案例是說結紮了之後 都令到女方懷人這些情況 是的 這麼巧巧 它紮得不好 又或者可能真的紮了那個書禁盤 可能沒有剪得好之類的情況 而令到那些精子都依然是會留到陰道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相信機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Miko他已經盡量很斯文的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問題的觀眾 你們不妨可以問得直接些 因為首先第一 我不尷尬的 認真說一句 因為我和阿醫師都已經認識了幾年了 我自己很開心 我開台沒多久就已經認識了阿醫師 跟著之後 我奶奶也是有問題找她看的 我老婆如果有問題就找她看的 所以 我要澄清一下 Mak沒有找過我看 Mak沒有找過我看 是的 我之前有些 失敗感冒那些 還有關節 我也有找阿醫師 要說清楚 不是你這次就會成為主角的 那這樣就沒有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的 其實問得直接些是不介意的 因為我是不尷尬地去問出來的 可以 OK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 不妨可以留下來 你們隔著螢幕也不是很尷尬的 我相信 好了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如果西方就說這個叫做什麼 試管嬰兒 之類 那我想聽中醫又怎樣去看 還有又怎樣去解決這個 這件事呢 試管嬰兒 一般我們是說的IVF 當然人工受孕 普遍來說有兩個比較常見的做法 一個就叫做IVF 另一個就叫做IUI 那IVF呢 就是將一些卵子和精子提取出來之後 在實驗室裡培植成為一個受精卵 之後成熟了 大概是第3至第5 培養第3至第5 才放回媽媽的身體裡 然後呢 令到那顆受精卵 是容易在媽媽裡成長和著床 現在試管嬰兒的話 其實有很多 已經演化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最常見的就是第2代和第3代 第2代這個 有分代嗎 是的 很有趣的 這個 第1代就是直接把你的精子 和爸爸的 對不起 爸爸的精子和媽媽的卵子 把他放在一個培養機裡 令到他們可以自由地結合 第2代呢 就是把 比較最常做的那隻 就是把 媽媽的卵子和爸爸的精子 把他直接 把他放進卵子裡 令到他更加容易分裂 成為一個正常的受精卵 而這個技術呢 我們有一個簡稱叫做ICSI 這個技術呢 這個技術呢 適合用在男性的精子而上的情況 這個技術呢 適合用在男性的精子而上的情況 通常如果第2代的話 多數呢 女士身體健康呢 做就會比較好的 還有呢 就是第3代了 第3代都多人做的 假設你做完第2代呢 都還是未能成功懷孕的話呢 第3代就有機會幫到你 因為第3代呢 是在 胚胎直入前 經過遺傳學的篩選 就是會移入你的染色體 是否健康 然後呢 才放進媽媽身體裡的 那如果 就是你可能做了第2代試管嬰兒 可能試過抽過兩次卵 然後放過幾次胎都 都失敗的話呢 那第3代可能就會比較適合你 另外 就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男女性呢 都是被診斷為不孕不育的情況 的 還有就是高年的產婦 就是可能35歲或以上的話呢 第3代就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多一些 好啦 當然 那當然 家族遺傳病 就是例如 地中海貧血這些患者 又或者 家人可能曾經出現過 唐氏的 一些親戚的話呢 可能第3代都會比較適合你 哦 李小龍 剛才他問了一句 你是不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 狗什麼 心什麼 能成功懷孕些 你可不可以講得直接些 我們 不過我們 我們是講一些 學理學術的事情 你不要搞一些淫的事情 大佬 所以大家有 有什麼問題問得直接些 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不要玩耳淫 OK 好嗎 另外一個我們叫做IUI的技術 IUI的技術 其實是將精子直接擠進去 指公康裡面的 也都將它稱為公康內人工授精 那這個技術呢 其實是幫你將精子的跑道 原本由1000米減成200米這樣 簡單意味 為什麼要用膽呢 有機會呢 可能 媽媽那個叫做 子宮頸那邊可能 口度比較小些 有些女性子宮頸的 那個入口比較小些 又或者有機會有適欲 這些類似 那 令到男性和她行房之後 都很難懷孕 有部分女社這樣的情況 而IUI的技術呢 就可以幫助到這些女士 令到她的 即是男方的精子比較容易 進入到女方的子宮裡面 從而令到她的 那些卵子可以結合到的 當然有部分就是 是不明原因而令到 不人這些情況 那可能 政府的不人不欲科 都會建議你做了IUI 之後才做IVF 那當然 如果你不是選 不是派政府醜的話 我個人建議你不如直接選 IVF 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 如果你去到一年半都未能自然懷孕的話 又檢查不到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做IUI成功機率都不會很高 當然有些更差的情況就是 做完IUI之後 然後出現公外人 那就更加麻煩一點 所以個人建議 如果你不是排政府醜過 不如直接做IVF就算了 OK 醫師 李小龍問我 試管嬰兒會不會沒有懷胎 十月沒有看照料 是不是對人會很冷血呢? 試管嬰兒應該是 你是不是明白錯了? 試管嬰兒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試管裡面大的 不是複製人 不是複製人 就是了 對了 給醫師解釋一下試管嬰兒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叫做試管嬰兒 但實際上 其實他只不過是把 爸爸的精子和媽媽的卵子 拉了出去身體外面 結合了 確保他是一顆成功的 又健康的受精卵 才放回媽媽的身體裡 所以跟冷不冷血是沒有關係的 而我們診所也都見到很多的試管嬰兒的BB 是的 他們會回來診所和我們正常交流到四下的 所以沒有好冷血這個問題出現 李小龍 他就補講了 他就說他是問 就是他那個什麼狗什麼心什麼 那個是說那個興奮度 會不會有影響 OK 好 謝謝你 這個坊間也有一個說法是這樣的 是的 小龍哥他可能想表達的就是 如果行房裡面可以出現男女雙方的高潮的話 會不會令到華人肌量是提升快的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通常女士的 中醫有沒有講這件事情 我們的古書就講得很含蓄 就不會說很特地提興反倒這個問題 是的 但是如果健康的女性 理論上在排卵期那個時間 是特別有意欲去行房的 是的 而你的興趣提升了的話 那也都很自然 在行房的時間或者行房的感覺 是會比較進入到狀態一點 從而我會個人的看法 也是一個神音和神藥 是可以配合到他身體的機能 所以也會比較容易著創的 我會這樣去看這件事情 簡單來講 如果懂得興奮的男性和女性 他們容易懷孕的機率 是會比一個不懂得興奮的男性和女性 是會比較高的 那個原因是因為他身體好 是 那我想問一下我這個問題 可能來一提 或者可能有些人覺得我問得很差 那在中醫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人吃些什麼可以提高這個興奮度呢 嗯 又不是很差的 是的 當然了 女性的公寒是有機會會令到她的興奮度下降的 是的 而男性都是相同的 就是腎羊不足 會令到她沒有那麼強的意欲去想行房 或者沒有辦法完成整個行房的過程 是的 所以我們會吃一些撞腰健身的食品 可以幫到手 那當然煲湯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會因應回來的題材 假設你是偏向唏噓的話 不其擋心 龍眼肉 幾指 這些是可以幫到你的 但是如果煲的話 不怕醜的 你就直接煲雞 是的 而且是要用生雞 是的 還有可以加 生雞就是什麼意思 雞公 哦 是的 雞爸爸 還有你可以 不怕聲音的 你就直接買那些雞子 以形保應 是的 然後女性的話 可以選擇一些有滋陰寶神的 中藥都可以的 是的 例如就是 我先想想 如果中藥來講 就是女精子 兔獅子 兔獅子 杞子 這些可以做到一個 補腎抑症的功能 是的 當然 如果滋陰來講 你本身苦科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吃花膠 去幫到手 是的 是的 還有 說多一點點 腎陽不足的人士 理論上 什麼什麼什麼的就適合他吃的 是的 什麼什麼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是的 還有就是 假設想要經濟一點的 肉桂 肉桂粉 是的 拿肉桂粉來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就是加入一些菜菜 或者你剛好 可能很大心癮想喝咖啡的 你直接滲些下去咖啡 都可以幫到 你溫陽的 是的 那 還有什麼呢 暫時還沒想到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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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